有了这些古币,一不小心就成土耗了。 咱们央央大国文明底蕴极端深沉古钱币,从许多大一方面能够表现咱们从古至今的文明传承每个时期,古钱币都有自个的特征,恰恰能反映其实的符合不景以及文明状态。 但是我国古钱币品种繁复,据史料记载大致有几万个品种,这个对咱们的宝藏会带来必定的难度,不一样的古币品种价值彻底不一样。 有的价值颇高,有的无人问津,了解古钱币自身在去宝藏古钱币,古钱币宝藏,就如大海帆里面一应俱全,不只是涉及到各个朝代,的古钱币更是联系了各种古钱币的不一样。 所以,要宝藏古钱币,不管是哪个朝代的进行体系且威望,的整理是宝藏的币不行少的工作,不一样朝代的古钱币,都是不一样的古钱币归于一门学识。 广阔宝藏者应对于各个朝代的古钱币有所了解,如他们的宝别如何他们制的,不一样朝代古钱币的形状有和不一样还有古钱币的纹理,厚薄以及不一样朝代古钱币的侧重点,不一样就因划分清晰。 只要这么宝藏古,钱币才甘愈加清晰且不简略,背乎有中国最早的机制洋是银元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俗称龙羊。 因银元背面一般著有龙门而得名,同时出现机制铜元右衬,铜板,机制银币和铜元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和方孔原形为主的铜钱质是一种巨大冲击。 中国历代推行的方孔原贤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灿烂货币文化的实物见证,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延伸近几年来,我国内古玩市场也是一片繁荣。 古钱币作为古玩的一种一直以来,都是收藏家关注的热点因为在我国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货币形式,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色。 自古以来就是物以席为贵,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股钱币都有着高昂的,价值不同省份制造的钱币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品项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价格的高低。